狼队对阵机啊 宠爱这边果然是掏了一个就是往保平方向走 先保住平局拿下大分再往下打的一个角色 只是我以为是守夜人 他这边的掏了蜡象师 蜡象师打这个阵容上来抓勘探员 勘探员有一定的操作性 就是用磁铁来解这个蜡 但是很难 但是很难 并且呢 他还得建立在蜡象师这边 可能也给机会的情况下才能操作出来 定住我第一刀有好的 嗯不好打 不好打 毕竟宠爱他这边一定是先奔着保平去的 所以他一定不会说是去瘫去硬来 那对于穷者来讲 这边一个搏命真不够用啊 而且打架位上来被处理掉 后续穷者这里 一个搏命 移形赶过来 好这边飞轮定住 漂亮知道你有飞轮 压得很死啊 压得很死 宠爱这把的话也是打得跟坦克一样 这四平八稳 翻不了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吉亚这边的一个指挥安排位的话 我会让队友就是先确保我们这把平局 然后能不能真胜呢 尽可能的去考虑是什么呢 三人三跑的一个真胜 不要去冲四人 冲四人你容易给到 因为现在是什么第一局打平 对吧 这局真的让宠爱保平 吉亚这边也就输两个小分 两个小分呢 后面能打 但是如果说你这把被宠爱打个三抓四抓这种的 那后面就很难翻了 因为这个局不太可能再去冲四人开门战了 救下来没有太大意义的 你保不活嘛 对吧 所以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穷者也是跟我想的一样 就没有硬打 不硬打了 我们能保平 先平局保住 然后要真胜 争一个三人三跑 很好的一个选择 无心这边傭兵的一个位置很舒服 我一直是跟这边的蜡相师保持着一定的身位 外面的密码机一个人挂飞三台 办不到一点 宠爱下一个移行 还有15秒 优先找的应该是心理 这个时候 当然他可以有另外一种打法是什么呢 消耗 我可以去消耗别人 这把宠爱这里针对飞行家打时间上面会花多一点 但是他如果说能够将飞行家消耗成一个白板呢 也可以 但我感觉好像这波消耗有点消耗来不及了 因为穷者的机子其实差的并不是特别多 他这边真打一刀 飞行家这边交悬停走 移行赶过去 追一刀 飞行家交飞轮 漂亮 然后再吃 哎呀 可惜这波的话是板并 那定住 但这块板子没有能封住 我下一波飞行 喷射背包 交不出来 一刀倒地 拥兵过来套搏命 留了一个喷射背包给飞行家 开门战 我觉得这把的话宠爱这里估计很难赢了 因为他这一轮消耗穷者消耗的不够多 他消耗了什么呢 一个大喷 一个小喷 然后一次飞行家的上挂次数 密码机显然是拦不住了 密码机显然是拦不住了 这边幽门手里还有个搏命 时间是稳稳够的 他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个开门战飞行家这边 我得拦住 确保这个平局 再留人的话 就不考虑了 这个时候不考虑再留不留人了 再留人是你们给机会了 我反正这边先把你飞行家留了 打一刀 这个话 穷者密码机如果亮 有个蜡 84点的蜡 焦喷射背包 拉开身位 98点 那这波拉续住了 应该是不太可能三人三跑了 那边门点开 还是基亚没给机会 因为这把的话基亚打的真的 就宠爱这边的浪向师掏出来给我的感觉四平八稳 基亚这边的应对也是四平八稳 稳对稳 最后双方打成一个平局 可以的 对于基亚来讲可以接受吧 没办法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打的是宠爱 你要对面打的是个潘大帅 我估计他们都想在来争四跑 对吧你打的宠爱你这边但凡跟他拼一下 被他抓到机会反手打个四抓后面就翻不了了